大家好,我是阿米,欢迎收看看跨镜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电商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,由于近期的地缘政治冲突 曾经作为欧能源仓库的俄罗斯 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 选择了大幅减少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 可以说,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的进口替代 已经趋近极限 而最近发生的三个重大事件 又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 其一,是今年6月 发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天然气液化出口港爆炸事件 要知道,德州自由港是重要的美国对欧出口基地爆炸一下 一下子就让整个欧洲少了2.5%的天然气供给 其二,据CNBC报道 同样在6月,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sprom宣布 他们将降低北溪天然气管道约40%输气量 如此一来,又相当于欧洲7.5%的天然气供给没有了 其三,自7月11日至21日 该公司将暂时关闭其负责运营的北溪一号 两条天然气管道支线,并对其进行常规维护 受消息影响,7月份北溪一号天然气管道工气量 进一步降至13亿立方米 与6月份相比,降幅近60% 种种迹象显示,今年冬天欧洲大面积断气危机的出现 似乎已无可避免 每年10月过后,北半球基本同步转入低温气后 海外电群暖气的需求也随之上涨 对跨境电商卖家来说,这是忘记的开始 当然,在出口的过程中,仍有些卖家需要紧急的注意事项 比如说产品的安全性 这是决定群暖气出口生意能否持续的基础 在这方面,卖家一定要达到合规要求,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以欧盟为例,能顺利通关的群暖气 必须符合N60-335-2-30标准 一千加外人次阅读八百加半字 一千加多圈的智库洞察 四百加及五百加小时四百加半字播放的视频案例 国内外人创跨境案例截图 尽在跨境电商案例商机智库阿米跨境